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继续《怀旧》系列 曾经有一款动作线上游戏 以独特的美术画风跟流畅的玩法 吸引一群热爱动作游戏的玩家 也推出了相关的电影跟动画作品 从开服至今人在营运 我也曾经玩过一段时间 直到有天我被橘子无故封进帐号后 这游戏可以说是从自己而起 由自己没落 融资股 开发商是韩国的Identity Games 该公司在2010年被中国胜区收购 已经成为实质上的中国公司 游戏也在同年2010年发布 那个号称8年研发的团队 是否要学习下怎么开发游戏 台湾是由橘色水果代理 当时线上动作游戏的大佬是DNF 在中国更是具有指标地位 毕竟当时腾讯契额可似呼风唤雨 台湾橘子跟Galina则是相继代理后 还是浮起不能 融资股凭借特色的花式连招操作 很快就收获一批玩家 特别是PVP竞技场 是我跟朋友最爱去的地方 当时依靠游戏的灵活性 配合滚键盘的操作 真的是一个爽 偶尔学习各种大臣的操作 来攻略副本 时不时就去66、三头犬、狮蝎、天骑等 但后期随着更强的副本增加 装备保持时间缩短 不断推出的商城道具、抽石窗机制等 也还是走上了花钱买占率的道路 而故事线后期也开始摆烂 各种优美bug、外挂等因素 大幅影响玩家体验 加上欧美有上股卷轴、DNC等这类作品 使得融资股的流行群体只在亚洲地区 加上后期韩国的Terra、黑鲨、剑铃等竞品相继出世 又被自己人拉踩 以及各种行销片刻、经营摆烂 这一波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 这款出道及巅峰的作品 便逐渐消失在玩家的眼中 当年台湾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2013年 游戏在欢乐的举办暑假活动后 同年8月就公布11月要结束代理 这一波操作在当时也引起玩家不满 还上了新闻 依照过往工作上的经验 通常合约的谈判最早一年前或者半年前 就会进行续约事宜 当然结果大家都会刻意隐瞒 毕竟生意人都希望尽可能榨干剩余价值 但这波吃相真的确实太难看了 毕竟新干线立刻发表接手的声明 证明其实早就已经知道游戏即将结束 并且找好代理 而后来举止又再次接回代理 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只是 这些资本家的利益算计下 不变的受害者永远是玩家 随着市场变迁 也陆续推出了手机版本想拉拢玩家 我愿称为曹冷饭之王 毕竟只要IP本身还有利益 就可以不断被复活 天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其他还有像是17时代RO等 而手游版是基于PC版做的简化 除了第一代是接近原版 之后的版本就只是把融之谷的元素 复制贴上到其他游戏模组 顺便搭上一波开放世界 再给个自动寻入 那如果再给个自动打怪 就真的是完美放置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重现了 幻皮手游常见的剧本 开服人气爆棚 隔月凉凉凉 作为迈情怀的话 老玩家还是习惯PC端 而新玩家却有更多的选择 难道你们没有手机吗? 当初爆血想开发暗黑手游版来取悦玩家 成为史诗敏梗 其实我认为比起取代或者瓜分市场 开发能共生的游戏 其实比较好生存 游戏在开发初期都会设定好锁定的客群 强行改造移植多半都是负面效果 只要没做出市场鉴别度都是炮灰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艾尔登法环变成手游模式 原本花式技巧的展现 变成课金战斗的比拼 玩家还会为爱买单吗? 我个人是无法接受啦 融资股如今迈向12年 在偶尔玩动作游戏的时候 人会让我想起 游戏还是当年那款游戏 我却不再是当年的少年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一会儿 来吧 你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